這個也當花絮嘛 花絮 我們透過媒體把這個影片傳出去 然後透過社群還有關心數據的這一群人都有 那因為我在聯合報嘛 所以我們聯合報系的一些 像我們的頻道 影音的頻道 還有我們的網路 媒體網路 都會來Promote這一段 跟我們現在要專訪的一些內容 所以 你現在所說的這一切 我們都會把它變成一個稿子 所以就是 首先就是 不是特別分眾 一般大眾可能也會看到 對 然後裡面的一些術語什麼東西 你們會自己在旁邊定義嗎 我也不需要特別解釋這個術語 果真精準 就是我的體驗就是一般大眾 但是還是很多是新創跟企業 因為像公益局在做的就是希望 就是希望可以打造生態系 是啊 所以這位 你最熟的就是企業跟新創 要共創 所以 那你的觀點對他們來講非常非常重要 好 所以未來就是工業局拿這個的話 它還有什麼更就是進一步想要講的事情嗎 因為以我的理解 他們現在是在好比像說5G的智慧城鄉 或者是在就是地方創生所搭配的這種 它的生態圈其實已經不是傳統上面講的那種 只是業內的生態圈 而且它希望能夠跨業包含中小企業的什麼轉型啊 大企業的二代接班啊 什麼之類的這些東西都要放到這個以數據驅動這邊來講 欸是 對 其實它還沒到那麼大 但是這個未來希望這麼大 對這些剛剛講的那些計畫 確實都跟我們區域計畫有一些關聯性 但是我們這支計畫到明年開始會是新的一個啟程 那有一個概念我不知道是不是適合放進來 就是講會講是數據共享的平台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很多這幾年來企業都一直在提說 他們希望能夠做一些交換 那中間會有一些法規的議題資料規格的問題等等 但是 所以它沒有個子怎麼會有議題呢 一直他們覺得一直無解 對所以就是沒有辦法有一些交易的問題 對 所以現在就是我沒有想過下一期的計畫 那要是不是這一塊要去怎麼解決 做規格嗎 還是定交易的一些模式等等的 所以就已經離開傳統開放資料那個領域了 因為你如果要交易有個子 那已經不是開放資料了嗎 對 OK好了解 所以可能我待會就不會特別強調開放資料 就是它的公共性當然是讓大家理解的一個方法 但是事實上到最後是要做生意的 是這樣吧 對我們這一支計畫是包括在企業上 比較沒有那麼主要 就B2B的部分 對 但是其實我們在跟企業談的過程中 他們也會一直說 因為我們會提 希望他們提供一些建議 他們就會一直說 希望政府的open data能夠做得更精緻 對 那當然去G2B的部分 是是是是 所以他們其實對open data是有期待的 所以如果這一塊 能夠跟他們內部的data做一個結合 或者是做什麼樣的結合應用 可能也是一條路 對當然 可是那是你們本來就在做的嗎 但是你說2.0的部分 就是新期的部分 聽起來是說還要幫產業界解決 好比像說這個資通訊產業在一邊 這個衣材或者是什麼生意在一邊 他們中間到底要怎麼樣一起運用資料的這種 不是傳統上產學結合 說不定是產產學結合 對那種專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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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好精準 不會還好 對 那我們就隨時開始 那就隨時開始囉 對 好 我們要不要放 我們要講 不用加速 好 什麼 加速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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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講慢一點 然後 可能好幾個take 然後 你們真的需要的話 事後用後製加速就可以了 好 對 上次去博恩 上次去博恩的時候 那個是效果 他要我講的盡量快 那對 而且 而且就是 他也沒有付我錢 我也沒有付他錢 對 等於雙方是這個 互相合一的狀況 對 那今天這一場我們就盡量講慢一點 好 其實應該是講說 剛剛查到了 就是發展數據經濟 你覺得台灣有什麼優勢利盡 會沒有什麼樣的挑戰 對 台灣我們在發展數據經濟的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大家都很願意 貢獻數據 舉例來講 像如果是看空氣品質 到底好不好呢 這個呢 是大家都可以來擔任 搜集者的角色 透過像空氣盒子 而空氣盒子 後來又變成 去量測水環境品質的水盒子 就連附近的飲水機 到底他喝起來是甜的 還是微微的有酸味 那個就有點怪了 等等的這個情況 也不是只靠環保署 在那邊機場 而是透過說 好比像說Circute Plus 他們有做一個叫鳳茶的這個APP 把它變成像是寶可夢一樣 任何人都可以打卡之後 說這個水喝起來有什麼味道 而且你打卡50天之後 大概也就不會再去用一次性的 塑膠的保特瓶了 所以可以說是每個人都是 資料的搜集者跟提供者 以及我們在12年國交的階段 就教導大家都來當數據的處理者 透過像資料科學等等的這些 教程這些素養 那在在的都是讓每一個數據的 產製的過程裡面 不會特別依賴說政府或者公司 而是可以讓全民一起來擔任 數據的產生者 是 那你覺得台灣在發展這條路上 未來政府的角色 可以多有哪一些機制或做法 或計畫的推動 對 然後可以幫產業去創造出 更多的數據經濟的價值 對 其實政府我們叫做DIGI 第一就是所謂的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就是我們確保說 產業就好像說不要缺水缺電一樣 也不要缺網路 網路也是人權 產業需要一個垂直實證的場域 去測5G毫米坡 做什麼的時候 那政府要確保說真的有這樣子 一塊地方讓它可以來測 去協調這個各種頻譜之類 我想這個是最基本的 那DIGI的第二個字呢 是innovation 就是確保說當產業有一些新的想法 而這些想法既不合法 也不是不合法 而是本來法律 根本沒想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可以透過像sandbox 沙盒等等的這種方式 去讓產業的這個做法 先讓社會所了解 了解個三個月六個月 大家覺得說這是一件好事 那我們的法規就可以 及時跟上來調適 如果大家看了之後覺得 這真的不是什麼好事 至少呢 它沒有把整個社會捲進來嘛 我們就感謝投資人 這個雖然有一點血本無歸 但是至少大家都學到 下次不要這樣子創新啊 也是有所貢獻的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用所謂co-creation 共同創作的方法 來調適我們的法規 來因應新的這個數位的時代 那第三個呢 就是governance 就是治理的部分 好比像說在個人資料 隱私相關的這些情況之下 目前呢 其實你去問街上任何人 問說你知不知道七天之內 都有賤賞期網購 可以去退款退貨 就算是人家 要你在合約上打個勾 說我拋棄這個權利 也是沒有意義的 如果這個你不滿意的話 還可以問到消保官 消保官如果發現 這個有大量的這種行為 還可以一路到公平會 那這樣有個很明確的處理機制 這個就是所謂的治理的模式 但是呢 在個人資料保護法上面 如果你發現說 那隱私被侵犯了 或者說你去請求你的個資的 刪除啊更新啊副本啊 他不理你 那這樣怎麼辦呢 目前是完全莫中一事的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會導致說 好比像說fintech的發展上面 銀行要做open banking等等 他會覺得說 他所合作的這些 新創的這些企業 任何一個資安 跟隱私沒有做好 這個銀行要負全部的責任啊 那這個時候 政府所應該做的 就是去確保 有一個很好的 個資的監力的一個體系 最好是有一個 獨立的個資的主管機關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就好像運安會至於交通不一樣 不是變成好像是說 只有政府可以做企業都不能做 而是一個超然獨立的 這樣子一個審議的委員 來看說怎麼樣的情況 我們可以兼具數據的可用性 又不至於犧牲掉大家的隱私權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不但像歐盟的GDPR等等的這些做法 可以減低企業法尊的成本 而且企業也可以採用一些 就是對個資以及對可用性 都能夠兼顧的這些類似像建築材料 這樣子才能夠做到最後的一個I 就是inclusion 確保說所有的即使目前現在可能沒有用 就是電子設備的這種習慣 那他對平常上網可能也是 就是比較就是看一些連續劇啊 等等的這些朋友 那但是他們也可以再 毫比想說我們在口罩實名制的時候 或者是說我們在便利商店 可以繳這個地價隧道 宗所隧道什麼的時候 有一群人有點像鑰師 或者便利商店的店員這樣子 能夠去擔任最後一里的這個角色 當然在原住民族的地方 有文件站在這個數位學辦的地方 也有這個大學辦來帶著小學辦 那有各種各樣子的方式 包含醫師人員 偏鄉的護理師等等 都可以在遠距醫療 遠距照顧 遠距學習等等這些方式 把這些我們企業的朋友們 按照這個數據所做出來的 對大家生活有幫助的創新 介紹到對這些比較不認識的 這個最後一里路裡面 而且確保說他們的這個最佳利益 可以得以反應這樣 真的來不及耶 我們重點來不及記耶 好 好 也想請教同學說 對 因為我們其實很多受眾是 可能剛正要運用數據去創業的創業家 或是正在處理數據的企業 有沒有可以給他們一些比較初階的建議 一定要記得去注意一些什麼樣的問題 或者是避免一些什麼樣的問題 請 還是我 我站台下 不好意思 我可以再轉個彎了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 數據的可用性 對 兼顧隱私權 對 這是很難得 不會啊很容易 很容易 因為你剛剛有談 我知道 對 來不及記 但是你覺得很容易 很容易 政府的機制 不是 類似像建築材料 所以說大家會覺得說 你要既環保 又要防火 又要牢固 是不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是可能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在 好比說說在台灣 地漲很多 那這樣子的話 現在有那種船伐型的地基 大部分的建築 在底下做好像一艘船一樣 那就會有人說 那它同時也可以當作 你如果平時蓄水 這樣子的話 那如果是在 就是有水災什麼樣來臨的時候 它可以做水量的調節的使用等等 那這些都是一些創新的用法 因為本來是用來避震的 並不是用來做這個虛弄持用的 但是如果現在我們在建築物 規劃的時候 就同時這兩個用處 就是避震跟防洪都考慮到的話 那其實並沒有什麼道理說 這個地基它只能避震 或者只能防洪 所以同樣的道理 最近我們這個計算機科學界 有非常多的新的這種想法 好比像說 有一個東西叫做 Fully Homomorphic Encryption 那就是說 你可以把資料放在你完全不信任的人的地方 然後你用一把鑰匙加密 但是它可以幫你做各種AI的運算 運算的時候 它完全不知道你資料內容 算完之後把結果給你 你再把它解密起來 那這樣的話顯然對個資 就沒有任何侵害 那除此之外 還有很多像在機器學習上 有Split Learning 在區塊鏈這邊有ZK 等等的這些新的方法 包含一些舊的統計方法 Differential Privacy等等 這些都是兼具資料的可用性 跟隱私保護的這些建築材料 太好了 所以就要回到比較初階頁的東西 對 因為我們還是有一點比較 剛剛是不知道 剛剛是有一點那個碩士般 對對對 對對對 當你在數據的應用上面 或者是 轉換成他們公司的業務項目 或者是產品的時候 該做一些什麼 嗯 對 當然 首先 如果你是服務業的話 最重要的還是去問說 你的顧客 有沒有可能成為你的數據的共同創造者 就像剛才所分享的 如果是像精靈寶可夢一樣的方式 去邀請所有用這些 飲水機的這些朋友們 欸 韓寶鼠不是把它叫做什麼 飲水機精緯度集水質地圖 如果叫這個沒有人用 而是說它跟民間的一個社會企業合作 把它叫做鳳茶 那聽起來就很有意思 而且你打卡了50次之後 就可以去兌換在地的這種特色的茶飲料啊 那對文史工作者啊等等啊都有幫助 也就是說當你的這個數據本身 它是開放讓其他人去做混搭的 也就是說你透過像創用CC啊 或者是其他的開放資料相關的授權的話 那麼你的使用者就不是只是你的使用者 而是你的生態圈的一部分 他可以拿你這邊的數據 再去做他自己的 不管是文化上面的環境上 經濟上等等的應用 那無形之中你的R&D的這個成本 就跟你的客戶一起分攤掉了 你的維護這個品質的成本 也不是完全需要你自己來看 而是你的客戶可以一起跟你看 那這個情況下 把你的顧客當做你的共同創造者 特別是在服務業上面 也是確保說他有你的品牌忠誠度嘛 因為他會覺得說 我就算看你的目前這個版本不順眼 那不是會炒的有糖吃了 是會炒的能夠進你的廚房一起炒糖吃嘛 就是口部的炒到火部的炒 這樣子的話 這個數據就可以變成是 你跟你的客戶之間交談的 這樣子一個共同的來源 而不是變成只要讓你單向去賣給他的一個東西 非常好 所以您贊成數據共享這件事嗎 是啊 當然 因為現在企業會用到很多數據去預測去推去推估 然後去找出他下一個產品開發的一些利益 所以在一頁之間這種數據您覺得可以怎麼來共享 然後政府產業各有什麼樣的角色可以幫助實現這件事情 是啊 舉例來講 好比像說政府就有責任去確保說像我們在做國土規劃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說到底這個經緯度到底是一條路還是一個農田 這個政府可能這個責任跑掉 那但是呢這個底圖呢只是第一步而已啊 很多朋友告訴我們說他們要發展像無人機農喷啊 或者是要發展各種三維建模啊這種時候 他需要這個底圖不是只有二維的資料 他需要那個高度的資料嘛 所以呢包含我們的精確度比較還好的LD1 跟精確度特別好的LD3 就在最近這個內政部就放在他的三維地圖網上面 讓任何人都可以打包下載 在以前大家會有一個認為是說這個網站很難用 那但是呢現在呢像內政部的這個三維的地圖 他放在網站上不但這個網站還蠻好用的 而且如果你覺得不好用的話呢 他這邊所有用到的資料都能夠讓你打包下載 直接用open data的方式也呈現出來 所以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呈現方式不好 我們就可以說那你行你來啊 這個你行你來就是共同創作的生態圈的開始嘛 畢竟從政府的角度我們的公共服務 不可能照顧到所有人的需求 像當時的口罩實名制健保署最多也只能去做一個 不管是地圖還是一個表格 可他不可能考慮到各種不同的國家語言 我們有超過20種或者是包含就是只能用聲音溝通 而看不見的朋友們等等 那這些當然你不可能期待政府做到全部的事情 但政府可以做到的是我們提供的服務後面的資料跟API 都公開出來公開之後 自己想要去把它去做加工啊或者去做讓特定的受眾更容易使用的朋友們 就可以非常容易客製化 像口罩的地圖跟實名制到最後就有超過140種各種不同的分析的應用 就這樣子出現了 所以這是政府的角色 那在民間的角色上面 當然如果你是一個非常有規模的民間企業 你已經搜集了非常多的資料的話 那你也可以像政府一樣去提供一個生態圈的一個平台 而在這個平台裡面呢 如果你越讓各式各樣子的加值服務能夠在你的平台上面長出來的話 那你無形之中等於你的供應鏈就多了非常多的夥伴 但是就算你是才剛剛開始起步的一個新創的一個組織 那你也可以去看說我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有多少人運用這些數據已經解決到七成了 已經解決到八成了 這樣子的話你就不用走轉那麼多次 可能還是要走轉個一兩次吧 但是總是你一開始在選題目的時候 你就確保說你解決的真的是市場所需要的事情 而不會變成是說好像只是你試試看市場的反應 發現不太接受 可是你也不知道為什麼不接受等等 有非常多其實現在就有的一些資料 能夠來幫助你在正確的時間跟正確的地點去開始你的事業 OK 太好了 因為即使講到數據經濟這件事情 因為台灣有很多AI技術還有很多新創 它有很多一些很最新的一些科技可以來處理數據 然後把它變成可用的商務 可是數據對台灣還是夠的相較於大物或是相較於日本 不會啊 我覺得我們也蠻夠的 好 太好了 我想請問你說 我們如何善用數據這件事情來發展我們下一代的競爭力 不管是在產業還是在新創這一塊 善用數據 我覺得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在運用數據的時候 是確保台灣的每一個人都可以是數據的產製者 處理者跟應用者 那這個就是我們叫做數位的一個素養 或者是以媒體來講 叫做Media Competence 就是像在台灣任何人拿著手機 它就有寬屏網路 它立刻開始按自拍或者是開始按串流 它馬上就變成一個媒體工作者 事實上我們不是像其他的政治實體那樣子 好像只有少部分的掌握全部的資料 或者全部的敘事權 其他人除了按轉推之外 什麼事都不能做 那我們的情況是每一個人都是從他自己的角度看起來的數據的產製者 我剛剛講的大概都是一些經濟跟環境上的應用 但它也有文化上的應用 像我們的國民記憶庫 最近這個文化部才剛上線的 就是每個人自己家裡的老照片 或者是一些錄音帶錄影帶等等 你也都可以用CC授權的方式 去確保說從你的角度來看的 這個個人的歷史 也能夠變成整個國家共同記憶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在數據的產製上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產製者的關係 這樣子加在一起其實是更全面更立體 而且也更能夠讓國際上面的創作者 可以看到台灣的多個面向 所以我是非常樂觀的 OK 非常完善 我覺得時間好像不用那麼短 也差不多 因為越來越 時間到了嗎 也差不多還好 還好 還有個十幾分鐘 剛剛說台灣的數據 對 其實數據上是夠的 當然 對不起 可是我覺得政府好像很多 電話其實沒有被open出來 像什麼 不能在你面前說 是嗎 OK 健保 健保 可是健保不是我的 健保也不是健保署的 健保是投保人的 他只是碰巧放在健保署而已 那是他的東西 所以還是不能open出來 你可以問他 就是說這就是健康存折的概念嗎 就是說在以前 確實你很難問他 那但是呢 現在是因為健康存折 本來只有幾十萬人在用的時候 你問這幾十萬人 你覺得好像只是兩千三百萬人的一個小部分 但現在健康存折好像超過五百萬人用了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他就是至少成年人裡面賺了一個非常大的比例 所以像我們透過健康存折去問大家說 你願不願意去把你的選擇權換成顯明權 也就是說你沒有去領的口罩的配合 你願不願意在你的同意之下 變成就是我們外交工作的一部分 然後讓我們外交部在就是送口罩出去的時候 可以附一個QR Code 然後上面就寫說 目前已經有七十三萬五千兩百四十五個人 已經一起捐了六百七十萬一千兩百九十一片口罩 那在這裡面有超過一半的朋友 其實他都認為是說 那我為善不予人之 但是也有大概三四成的朋友 像應該四成多 是說沒有啦 我為善就是要大家知道 所以他就會把他自己的名字願意分享出來 那這個就是透過健康存者去請他們分享 本來只有在他們跟健保署中間的資料 就是他到底領了幾片口罩 所以你在台灣canhelp.us 馬上就可以看到唐鳳已經響應了三十六片口罩 但其實不是這樣子啦 有十八片是唐鳳平啊 三片是這個唐鳳仙啊 九片是唐鳳敏啊 我只有六片的部分啊 那所以簡單來講 這個就是透過inform concept 透過去充分的告知他 這樣子的揭露會換取怎麼樣子的一個顯明權的這樣一個意義 那讓他覺得說 這是一個有公共利益的事情 而且他願意參加 那這個非常容易參加 也非常容易取得他的授權 所以一瞬間就有可能六七十萬人 就願意來加入這樣子的工作 所以我想未來在你要求別人放在他的健保資料庫的資料的時候 同樣也是可以透過類似的方法 不管是遊戲化的方式或者是並有互相支援像是抗糖那個方式 那或者是就是我們說 那這個有公共利益 大家有點像一個榮譽榜嗎 這種精神意義的這種方式 都可以去讓大家更願意去分享 他放在健保署 但是不是健保署的資料 是他的資料 OK 沒錯 這個精神是這樣子的 剛剛談的都是公共利益 公共的利益 數據 對 但我們從產業面來看的話 曾文你覺得 有哪些產業 其實可以善用數據 去發展成競爭力 然後對台灣的經濟 因為數據其實就是一個金礦 對台灣數據是會有價值的 就是哪一些產業 那這些產業可能有些是新創的一個方向 那因為現在工業局就是用 搭企業釋出的一些數據 讓新創團隊和新創公司 透過這種數據去發展應用 類似像這樣的做法 你怎麼看 然後我剛剛講說 你覺得有哪幾個產業 是可以透過這樣子 數據 可以應用數據去發展出更好的一個產業 或是一個 我覺得在有深度學習 或者是機器學習技術之前 上個世紀 你說數據有一點像是金礦 因為你要付出大量的心力才能得到一點點洞見 或者是它像是石油 因為你要投資很大的成本才能提煉一點點出來 當年是有道理的 現在完全沒有任何道理 因為在以前是我們要經過一個 什麼萃取轉換 什麼樣子的一個技術 最後你才能把它載入成為 就是你決策所使用的憑據 到它成為你的憑據之前 它都只是資料而已 成為你的憑據之後才能叫數據 因為數據的那個據 對 那但是現在不是這樣嗎 現在不管是怎麼樣子的抑制性的資料 你只要這個資料在產製的過程裡面 你直接把它載入進來 根本不要管萃取或者是轉換 那總是有一些方式 透過深度學習的方法 找到裡面的pattern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像以前那種 你需要投入很多的資本投入 才能夠去進行萃取的那些事情 已經不存在了 而這個是資料跟石油 或資料跟金礦唯一一樣的地方 當這個不存在之後 那它們到底有哪裡一樣呢 你金礦我挖走了 你就沒有了 石油送到紐西蘭了 就不會送到澳洲 那但是資料是越分享越多的東西 它是一個公有財 而且這個公有財 是在每一個人在加入 把它想到新的應用的時候 它把舊的應用者的 這個價值的程度 都一起提升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把它當做一個 好像是損耗財一樣的討論 我覺得對整個產業都沒有幫助 欸 確實是跟你產生的觀點 OK好 我們還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謝謝請 這個 這個 我覺得 就是說 就是說企業本身內部如何 去建立一些更好的數據思維 對啊 就是共創 其實簡單講 就是說如果是跟個資有關的話 我們想一想 有哪些產業 尤其是服務業 已經在蒐集個資的 好比像說醫療 照護 會計師 等等 它都會蒐集很多關於我的個資 我為什麼心甘情願的 把這些個資告訴他們 當然是認為說 他們會以我的最佳利益為利益而行動 不會一轉身就賣給廣告商 對 那如果他沒有辦法證明說 他是以我的最佳利益而行動 就類似信託關係 那他沒有辦法給出這個交代的話 那我大概馬上就去找另外一個 律師或會計師或醫師了 所以同樣的 當你在蒐集關於你的顧客的個人資料的時候 最好的情況就是去邀請他 去看到說他提供了這些資料之後 會產生什麼對外的公共利益 以及對他自己會產生怎麼樣的私人利益 對內的利益 如果他對外有交代 對內有交代 也就是雙面交代 的這樣子的情況下 那他才會心甘情願的給你高品質的資料 而成為一個我們叫 Data Collaborative資料協作關係 但是如果你是用騙的 用偷的 用搶的 用被動的去監控的 等等的方式取得的話 那他按照個資法一行使 就是要給副本的這個權利 而你又給不出來 給不出交代的時候 那本來不管你用什麼樣子的方式 贏得他一時的信任 那想必就會連本帶利的去虧光了 那所以我想最主要的事情 還是要去證得這個信任 那這個在政府也是一樣的 要把他過程包裝的好玩 對啦 是 就是公共利益 公益分益 但有私人利益也很好 但是就是要講清楚 就是說你提供這個資料給我 你獲得了什麼 公共獲得了什麼 是 師妹非常謝謝你 謝謝 今天你從裡面獲得了很多話 謝謝 感謝 謝謝